台湾人爱去生鱼片 如果能大胆黑鱼鱼更是一大享受 不过绿色和平组织却公布抽检结果 直至高档日式餐厅三井的黑鱼生鱼片 拱含量明显超标 绿色和平组织4月底将三井旗下上瘾水产 8件黑鱼生鱼片送检 其中7件遭检出重金属甲鸡拱 残留量介于0.3到1.14ppm 直至远远超过日本标准中的 0.3ppm 那加上未住民产地 质疑是否无法追溯上游 不根据国际甲鸡拱含量标准 1ppm才超标 台湾标准更到2ppm 日本虽然规范0.3ppm 但其中就把鮪鱼排除在外 那日本其他鱼类标准 放在台湾放大检释 恐怕不恰到 它不会危害我们身体的健康 跟一般严峻海的污染 而造成这个甲鸡拱的累积是不太一样 面对指控三井声明强调 公司采购黑鱼皆透过合法途径 与合法店家购买 也因食安法规定完成标示来源 使用的黑鱼源头也都具有可追索性 日本如果进口黑鱼的话 都是会有一般的那种我们的检验证明 黑鱼进货把关研 使用到的店家都得具备检验报告 这场每公斤要价四到八千元以及后续环保争议 日本料理新夜九月就已经停售 其他平价餐厅意期争先直接不贩售 只是鱼业署强调 台湾进口黑鱼都具备严密管控 民众想吃不必太担心 记者温凯臣李沛选台北仓步道